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色的话它是比较日常的一个色 我觉得是比较有亲和力的一个色 这个色的话就是有点点像那种裸桃粉色 这个色的话我觉得是还蛮日常的一个色 就是涂上之后不会让人有负担的一个颜色 就基本上就是见各种朋友啊 然后男朋友啊 见家长啊都是可以涂的一个色 就如果你涂的比较轻薄的话 它就是稍微会有点裸感的 然后又很有气色的 在嘴巴上就显得也很红润的一个颜色 就哪怕像是我现在涂的大概是两三层这样子 就是涂的稍微饱满一点的话 我觉得也是不会让人有负担的一个颜色 就是比较日常 然后也比较自然的一个颜色 而且会显得就是嘴巴 然后整个妆面都会比较焦嫩的感觉 别看它很浅嘛这个颜色 但基本上喝饮料啊 它是不沾杯的 就是杯口那边不会红红的一道下来 这个系列就是无论深深浅浅的颜色都好 它的持久度啊 然后柔滑程度啊 显色度啊 傍晚度啊 然后那个滋润程度啊 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系列 所以今年最爱的口红的话 我之一会把这个位置颁给它 接下来这个色呢 就是一个比较正的一个正红色 然后呢 它的这个红是稍微暖掉一点的红 跟他们家同一个系列的这个 Major Red 就是419这个色相比呢 它是比较偏暖掉的 那么适合的人都覆盖面就会比较多 比如说暖皮啊冷皮啊中性皮啊都可以用 就是不是那么挑人 419是这样的一种红 这边啊 这边 就你们可以看到 它是比较冷掉的 然后也带有点紫掉 所以419的话 我是打算送给我一个很白皮 很冷白皮的一个朋友的 它那个肤色图这个颜色的话 就会比较没有负担 因为我是中性皮嘛 其实你们看我好像比较白 但其实我是一个中性皮 然后其实也没有这么冷白皮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418 就是我现在嘴巴的这个颜色 现在我涂的是418 就是大家看 这个冷掉跟暖掉就很明显了 这个红呢就很像那种我们按手指印啊 或者是盖章的时候的那种红感 就特别红 很正的一个红 然后也比较适合一些比较正式一点的场合吧 因为这款口红它非常非常饱满 所以基本上只要轻轻的抹一道 在下唇这边 然后稍微把它抹开一下就好了 我这边嘴巴 其实也没有涂满两遍 就差不多是一遍这样子 就已经这么饱满 这么红艳了 平时的话 就稍微抹上一点点 也是很OK的 也很正的一个红 然后比较暖掉 比较不挑人吧 我觉得这个红 接下来是一个比较秋冬 也比较高冷的一个颜色 这狗在这抖 这个色呢 是稍微会有点巧克力的感觉的一个颜色 巧克力色 但是又不是很深中的 但是又不会很中的那种巧克力色 有点像NAS加的莫娜 但是呢 莫娜会更偏中一点点 莫娜色会更暖掉 然后这个色会更中性一点吧 我觉得 这个色的话就比较是走高冷路线的妹子 这个系列的口红 它就是颜色非常非常饱满嘛 然后再加上它是深色系的话 基本上你只用轻轻的抹上一道 然后把它推开 就已经很饱满了 接下来两个色都会偏冷掉一点点 因为它还带有点紫调的 所以就是还有点挑人 所以暖皮的同学 应该接下来两个色呢 都不太适合你们 因为这个色它也没有特别的 很紫调的那种 就稍微有点紫而已 应该中性皮跟那个冷皮的同学 都还是可以hold得住的 因为我前面两个色怎么讲呢 就会涂得比较丰满一点 比较欧美感一点 这个色呢 我抹的时候就是只在下唇 这边抹了一道 然后用手指把它晕开 这样子涂的话 就对我们亚洲人来讲话 就比较日常一点 就没有那么夸张了 就是会让整个妆面很白净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整张脸的效果 我觉得口红显的妆面怎么样怎么样 一定要看这个全脸的效果 因为如果说只有这个嘴巴 嘴唇的一个特写的一个效果的话 其实你只是看得出来 它是什么样的颜色 什么暖调啊 或者是什么冷调的颜色 这样子而已 涂完之后一定要看整张脸 全脸这个效果才会知道说 它会不会显得底妆很干净 有没有显得更白净 然后会不会让脸色发暗发黄 所以这个口红怎么样的话 一定 我觉得一定是要看全脸的一个效果的 422这个红色呢 就是也没有418 刚刚那个正红的那么暖调 但是呢 也不会像419 就是刚刚跟418对比的那个419色嘛 也没有419这么冷调 这么紫调 所以我觉得422这个色相对中性皮来讲的话 还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色的 接下来这个色呢 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姨妈色 真真正正吃小孩的一个颜色 这个色号的名字叫做35mm 然后这个色号呢 在他们家雅光的那个系列里面 也是有一个颜色叫做35mm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雅光那只35mm呢 它是更偏巧克力色一点 然后更带有点棕色的感觉 然后这只花就完完全全是 带一点紫调的那种姨妈色 就是非常秋冬的一个颜色 很多人都喜欢在冬天时候用姨妈色嘛 这样子的话会显得底妆比较白呀 然后不会说像夏天用这么深的颜色 那么突兀 然后这个色话就是正儿八经的 正统的正正血统的一个姨妈色 姨妈颜色了 然后它的话就是会更 带一点紫调吧 我今天涂的话也是只在下唇这边抹了一道 然后其他部分用那个手指晕开的 看对比就是看得出来比刚刚色更紫调 好今天的话五个色就是这样子 基本上这五个色呢是我从这一系列的一堆颜色里面 所有亚洲人所有适合亚洲人的颜色里面 我挑出来的我最喜欢的五个色 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五个色 当然如果你是冷皮的话 可能会更适合有一些个别的更偏紫调更冷调的一些颜色 但我挑出来这几个色我觉得都是还蛮安全的 对于中性皮跟冷皮来说 然后前面的几个色前面的两三个色 对于暖皮来讲也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色 但后面的两个色呢就会比较冷调 然后带点紫调的就会比较挑人一点点 所以就是只是说给大家一个参考吧 也是我个人的意见 好今天的话感谢大家收看了 我现在就涂了416 这是一个很日常的裸粉色 拜拜 拆完又要收拾一通 这么多 哦 好多 基本上好看的颜色 我都有买了 之前在微博上有通知大家嘛 就是官网的超特价活动 哦 对 这个是Mac的 Mac的 我这个看新型的小代购 只带两个 我最喜欢的颜色 一个是这个Chili 另一个是这个McCarrie 包装盒还是蛮好开的 啊里面就两管 一管 天啊 这给我补发的吗 这些都是我喜欢的几个颜色 当时官网已经 就是有一些色已经没货了 所以就是只有这些颜色 然后包括我下单好了之后 有个色也是缺的 他们就直接退款给我了 没有发过来 所以就是只剩下这几只 我可以卖的 然后呢 我打算就是 一个全网正品最低价了 就是随缘卖的 因为都是一些我喜欢的颜色 我是一个看心情的小代购 大家要记住 好就是这些了 希望收到妹子喜欢 这边我都没有打开过的 我会做一个 这个系列的一个 我喜欢的一些颜色的合集 我会做一个颜色的颜色 我会做一个颜色的颜色